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都静静地看着你 我就希望他们凝视着你 当你看到他的时候 这些人不再是我的朋友 也不是我的母亲 也不是我的兄弟姐妹 也不是我的任何人 而是你的妈妈 你的阿嬷 你的哥哥 你的邻居 你曾经见过的人 或者是你自己 所以当你看他的时候 你会特别特别熟悉 所以这个人他不会有任何情绪 他就这样 姿势着在画面中看着你 而且他们更特别的是 就是你远看跟近看不一样 你远看是很巨像 但你靠近你看他们脸的时候 你如果只拍局部 他们是极度抽象 你根本不知道我在画什么 比如说我现在这样 你看得出这什么 你不知道吗 对不对 我这样你根本不知道什么 对不对 可是你远看的时候 我懂了 这他的眉骨 你知道这他的颧骨 这他什么什么 这他肌理都有 其中芷老师认识许久的 便利商店店员 更让他联想起了台湾精神 我遇到他 他跟我说他已经做22年了 从他一毕业就到 到这便利商店 我就看到了一个 勤奋的小男孩 很刻苦 然后也不能说他认命 你知道命运就是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要向他致敬吧 等于是向全部台湾的 努力的人致敬 然后我觉得他代表了一种 我们不认输的那个精神 对 要拼命打兵 除了便利商店店员 这个经典的台湾 常名代表之一 许家瑞也找来好闺蜜 Alson 作为亲友群像之一 他是彩妆师 然后他又是诗人 作家 他会画画 然后他又会艺术创作 他会很多很多东西 就是他很糟的状态 没有啦 就是他有点发泡 没有啦 我觉得应该就是他现在的状态吧 我觉得 你现在几岁了 Wuzen 三十 不讲 对 我跟你讲 就是说 我觉得无论他几岁 我大概是他26 6、7岁认识他的 对 26 我觉得无论他几岁 在我心中 他都是一个 像一个美少男一样 然后我画这个画的时候 我当时心里有点紧张 想说天哪 他已经不是四年前的他了 他慢慢要老去了 不是成熟 是要老去了 尤其对这么爱美的男人来讲 我觉得他一定很担忧 然后我就想说不行 我就是要把他担忧 跟他很不确定 但是他又这么美的那个状态 同时呈现出来 对 老师在画地幅画的时候 他就和我说过 他喜欢就是画 同样的人 你可以经历他每个阶段 不同的样子 就觉得他是画画里面 最享受最美的地方 除了以客观的第三者 记录人们的状态 许家润也真实地记录自己 赤裸直视 最底层黑暗的一面 尤其我们女生 你知道我们背负的那些 头衔啊 那些批评太多了 然后要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必须怎么样 我就想说 我就是不是那个样子 我就是不要 所以我就画了我的自画像 所以老师你在检视 检视你自己 然后画完这张 你自己的会有 会比较疏压的状态 就觉得说好像从那个 桑拿走出来说 哇好棒哦 对这就是我 我就是这么烂 就这么糟怎么样 好我现在可以回去 再去画别的东西了 每个人物都是一个故事 一个体悟 一种心情状态 大家认识那总是情绪高昂 语速飞快的曲老师 却在画笔之下 借着作品 牢狱每一个人 生命中可能会有的缺口 借着画作 你我找到公民 也抚慰人心 记得天理屋中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